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今天主要是想补充一下上次没涨到的几款特殊的保护壳 自从上次被TimeTalk官方吐槽了之后 我就立马订了它叫的这款戴握把的保护壳 开个玩笑吧 第一是想为官方验证一下 第二是不想因为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 错过了一款可能还不错的保护壳 话不多说我们先从开箱开始吧 这次的保护壳也是配了能装进机身的收纳包的 保护壳本身就比较简单了 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机身还挺好看的 机身本身是GPU材质的 握把处也做了防滑处理 电源音量开关键这些地方都做了保护 开口的地方也都开了扣 其实这款产品去年年几的时候就已经出了 我没有买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它和时间出的Momba那款壳子实在是太像了 可以看到在背板和握把处基本上都是一样 上面开口地方也都开了扣 这次的保护壳呢在底下电源开关处也特地为底座做了一个开口 两边背板的表面都是这种透明磨砂的材质 握把都做了防滑的处理 让我们上机来感受一下吧 嵌入机身呢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阻力 静静一推就进去了 手感呢也还不错 就是上边这些按键处啊有些硬 背板一如期望的非常好看 嗯在手里的握持感确实还不错 上下两边的孔位呢也都比较贴合 让我来拿个底座试一下 嗯机器带壳放进底座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确实得为这次的改进点个赞 再拿上次的液态硅胶盒来比较一下吧 两个颜色呢还是有些差别的 这次的颜色更加的亮一些 再来看一下配套的这个Compact包吧 他们的收纳包依旧是装在一拉口的袋子里的 讲究 机身依旧很硬 手感也不错 tomtok的收纳包呢依旧兼过了舒适性与保护性 令人非常满意 哎呀我去 这款带翻盖的保护壳呢和上次那款Ganky的 给Switch Lite那款其实差不多 里面也附上了钢化膜 然后上翻盖也是用磁力贴合式的可以取下 该开的口呢也都开了 然后这也是不能放进官方底座的 手感出乎意料的还不错 外壳本身呢也挺硬的 让我们来和Ganky的这款Switch Lite的保护壳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几乎没什么不一样 还是一款不错的产品 接下来这款呢是最近新出的Skoko和一个墨西哥的YouTuber Gox合作的限量联名款 叫做In My Mind在我心中 I'm so out today I'm going to make my first custom Nintendo Switch It worked My brudas It's time to start your baby Where she'll go to damn search for me These people I got my heart When I'm turning the key I'll make all this you go further than me Okay and it's already 7pm So it's time to sleep I'll see you tomorrow It's a delicious night big weather 可以看到这款保护壳不仅背后进行了彩绘 它里面还附送了一套贴纸 然后这套紫色的特殊货帽呢 它有三个可自换的款式 有意的小伙伴嘛千万别错过了 最后这款呢是来自于Mangy Ma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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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款呢是一款 造型特殊的保护壳 先拿一个light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啊 装进去也非常的轻松 背后呢有一款可以作为支架的弯盖 然后两边还有弹力拉绳 至于这个造型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我们待会再讲 然后这款呢是相对的switch版本 背板呢也同样能够翻开 可以看到switch版本它的不同就是它的两边握把处可以取下来 只要把背板翻开呢就能放在桌面上 然后我们来打开最后的这一盒吧 这一盒真像一个便当盒 哦原来它的这个保护壳是嵌在这个便当盒上的 可以看到两款只是颜色不一样 一款是透明的一款是神灰的 这个便当盒的底部呢是一个带有磁吸的盖板 它的盖板翻开呢就能放一些东西 然后平时的机器就这么卡在上面 然后就成了一个便当盒 然后要用的时候就把这个卡扣拿开 翻过来呢就能放一些东西 还挺我意思的 这样我们来测试一下到底能放进多少东西 我这里准备了充电宝各种适配器 一个八卫堂的解银手柄 这个中型的充电宝是放不下的 然后一个便携底座 一堆的线 这边可以看出啊 放一些基本的适配器啊 线材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像大的充电宝啊就有点窄 就总结一下 Magy的这款收纳包和保护壳呢 是一款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当然了在实用性上面的话就见仁见智了 首先是它的这个保护壳呢 我觉得有时候会比较硌手 不像那种一体式的话 就比较有舒适感和握持感 然后它这个收纳盒的话 也不是特别能装东西吧 当然我觉得在颜值上这个东西还是挺高的 你们觉得呢 好了两极保护壳就聊到这儿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其他的保护壳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